被雪照封年 今天我们是冒着大雪 昨天晚上的大雪 今天特别漂亮 而且阳光灿烂了 今天早上心情特别好 我早上是也像 博医生一样六点多钟起床 七点多钟出门 到这儿是八点多钟 我先是救了一个雪茄 然后呢又跑到这儿来 因为我下午还有其他的活动 所以说呢要赶到早上 现在我该干的事干的 我非常好 大家能够有心来到这里 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 一定会得到的 而且呢我这个各家公司的比较 我以好长时间去讲的 因为老会员都知道 今天呢有新朋友 那百平老师呢 也希望我能讲这段 所以说呢刻意的去加堂 来讲这段 希望大家呢能够录下来 然后回去反直听 然后你在沟通其他公司的时候呢 会用得上 好吧 那首先呢我先来总结一下 刚刚呢我们的博医生和我们的这个 威娜老师都就我们的产品和制度 作为一个详细的更新和比较 那我简单的讲一下 为什么说杰斯公司的产品和其他家公司有所不同啊 其实罗医生已经讲到了我们的技术和高精精的技术 我想呢从这个营养学的发展史来跟大家阐述一下 我们说第一代的营养食品被大家公认的呢 就是1940年以后 那么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的科学家研究出来说 人呢一天一日三餐 不能足以保证他的营养均衡 所以呢 有了维生素的矿物质 这个呢能对我们身体有一些补充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代基础营养保健品 那在我们网络行销这个行业呢 谁家还做这个产品呢 安利公司 如新公司 这个优桑纳公司 许多公司还在做这个基础营养保健品 这是我们第一代营养保健品的补充 那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就发展到草本植物的精华 其实草本植物呢 可以说是在这个我们五千年的 这个中医药史上 李时珍时代就已经有草本植物 那为什么中国的中草药的草本植物 没有发扬到全世界各地呢 原因就是它的提炼技术 和它的这个公益水平达不到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那我们的中草药的原料 都给了出口到日本了 然后呢 日本呢 就可以说呢 日本就开始精加工 然后提炼 然后到了八十年代呢 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草本植物呢 都有一些新的改良 那么例如贺币的技术 就是例如人参 例如这个灵芝 那么它都有什么 贺币的技术 和这个造脚的一系列的技术 这个时期呢 就是草本植物的时代 这个时代造就了哪家公司呢 那么首期一组的 就是新的一个公司 SUNRIDER公司 还有它的妹妹创造的公司 叫成燕公司 XL 叫做成燕公司 它们是从基因免疫学来讲 但是它们的产品 还是大分子的 提炼技术呢 是熬制的中草药呢 它里面有别处 因为是要三分之 那提炼技术 能够取其精华 取其糟活 所以说它的有效成分增加了 它的有害物质去除了 所以说呢 八十年代呢 很多草本食物 那么能够大行其道了 那么这个草本植物呢 中国呢 有几家代表的公司 像安慧公司 大家知道吧 在这个 好像就在南通那边 安慧公司 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东山完美公司 做儒惠的公司 还有谁呢 林锦记无限期 最近登陆了这个窩法 这家公司 这些公司呢 都属于草本植物的精华提炼 那么什么矿物精啊 这个产品都出来了 那么包括NHT里 也有一些这些 中草药成分的产品在内 这个呢 是第二代的营养补充食品 第三代呢 就进入到了什么 抗氧化抗自由基的时代 因为很多的学说 都已经证明 万佩资源来制约自由基 对吗 所以说自由基的时代 但是这个Frey Radical呢 是加拿大的一个科学家 研究出来的 他说呢 自由基就像小三一样 它可以攻击好的细胞 是细胞变异 形成癌变 那第三代呢 营养补充食品就出炉了 例如油桑那里面有葡萄籽 叫圆花青细 葡萄籽 那例如美安里面有OPC3 例如我从前做的那家公司 叫做安琪公司 有OPC Plus 那么这些公司呢 那它是在抗氧化抗自由基的成为 那我们把人体比作一个汽车 就是第一代的营养补充食品 就是给我们家汽油 让我们能够再往前走了 第二代营养补充食品 就是给我们家精油 让它各个零物价 各个器官浴缓 淘宾之一 第三代营养补充食品 因为车旧了 它锈死了 就是给我们成锈 那么青细那是一个锈死的自由基 然后呢壳都坏心了 看起来像锡呢 那么前三代的营养补充食品 全都是大分子的 不容易让人吸收 包括谁呢 包括这个Manytec Manytec 那么他们呢 也都是大分子的 没有去到小分子 那么到了 杰斯公司2009年 率先提出了细胞油发管理系统 抗衰老系列的产品 这是第四代的营养补充食品 它真正去到了细胞核内 染色底末端的端粮 所有的其他的产品 都是在细胞外面打算 给细胞营养 包括燃剑的糖质营养素 它是细胞与细胞之间 signal信号的沟通 只是这个绒毛体沟通 它这个肝脏有问题 我们两个去帮助支援它肝脏 但是呢 它这个细胞内核里的东西 它进不去 因为细胞这个绒毛体 是叫做血脑屏障 这个血脑屏障 阻碍了外面的有害物质 进入细胞破坏细胞 所以说它是非常容易 那么只有小分子和纳米技术 才能够把营养输送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公司提出了 包括白粒乳酮 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 到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的AMPM 所有的我们的公司的产品 都是小分子的 它真正作用于细胞的营养 那么它能穿透这血脑屏障 因为它这个血脑屏障 它的这个孔非常小 大分子是绝对进不去的 包括这个孔 大分子 像这大分子是进不去的 什么能进去呢 就是小分子的和纳米技术 以及悬浮凝胶技术 就是我们白粒乳醇的悬浮凝胶技术 这么大的孔 它这个小的可以穿透进去 穿透进去 把营养输送进去 然后才能营养到细胞核内 染色体末端的端粒 那么2009年诺贝尔奖 就是端粒的技术 是伊丽莎白赫本 卡罗尔格雷德和肖斯塔克 三位科学家发明的这个学说 就是端粒的长短 决定人寿命的长短 也就是说刚刚罗医生讲的 这个斜大的末端 所以说端粒的长短 决定人寿命的长短 没有任何目前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可以是这个端粒的产品的受益者 那我们杰西公司 率先推出了 菲尼提 菲尼提就是能够 我们的AMPM能够保护你的端粒 就是DNA保护 保护你的端粒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产品 就是菲尼提能够延长你的端粒 这是任何一家公司 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直销网络经验公司 所没有的技术 所以它是最尖端的 而且呢 还是经过实验室验证的 那么我们很多的老会员都知道 在发明端粒的那个发明人 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年会上 推出这场产品的时候 他说 有了这款技术 你现在开始吃 如果你现在是60岁 或者70岁的时候 你吃到它 你等到90岁的时候 可以和你的曾孙大成球 这是这个发明人说的 那么是美国的这个 纽约的一个 这个实验室研制出来的 2009年诺贝尔获奖的 所以说那杰斯公司 所有的产品 包括AMPM 包括这个 我们的这个 干细胞激活的生产名子 的产品 那是2013年 诺贝尔获奖的 随空到里头 那所以我们这些产品 我们公司都是通过 诺贝尔获奖理论 产生出来的产品 是全世界你都找不到的 最精尖的 抗衰老的技术 另外一个技术就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 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那其他公司还都提名在 心脏不好 心脏保 肝脏不好 肝脏保 骨骼不好 间隔离 还都提名在 器官层面 但是我们知道 万病之源是细胞生的病 细胞生病 才能导致你 器官的病变 才能导致你系统不协调 但是呢 你治了器官 你细胞还在 仍然产生着 这个电异的细胞 你没有从根本上 制造它 你治标不治本 就算是你肝脏好了 心脏好了 由于你吃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大分子 不容易消化的产品 可能造成你肾脏不战 可能使你产生 尿不症 这个是我们很多老会员都知道了 我们已经有好几例了 比较有代表的就是我们 大连的红宝总裁 是我这个系统里红宝总裁 常老师 那么就是月明老师的这个先生 常老师做安利做了十多年 做优香那做了三年 做哪家吃哪家 白粒芦粉 那个蛋白质粉 包括这些个健康包 吃了无数 但是呢 他吃出了尿毒症 这是事实 他本人无论 走到哪里头都告诫 说不要吃大量 不容易消化的 大分子的营养食品 造成你肾脏的肥脖 然后他每周洗三期肾 当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的脸非常黑 因为毒素排不出去 他一直在透析 那么我给他介绍了 这个白粒芦虫 介绍了这个原理 他半性半疑的 说我试试吧 那么我在做市场 我从大连 又去到了广州 然后又去到了香港 去开学肾大学 那时候 那是差不多将近四年前 然后呢 他就给我打电话 因为当时他见我的时候 是不断地咳嗽 不停止地咳嗽 说不完 说不了一整句的话 我说你怎么这样 我说你不是大量吃一量食品 他说你别提了 我就是因为吃太多了 所以说才能造成我这个肾脏的损伤 完了我跟他说 我说我们这个白粒芦虫是口腔破液棉膜吸收 不通过胃不走你的肾都可以吸收 他一听这个理论 他说不能够对我肾脏造成伤害 我能吃 了解吗 所以说呢 那么那个时候 就是他是这样定谣扬的 而且三次并未通知了 他那个找人来见我的时候 就是来见我的时候 那他都已经就觉得 没什么希望了 但是呢 由于就是我讲的这个原理 他信了 然后呢 他吃了 然后我到香港 杰西大学的时候 他就给我打电话 找不着我 然后就托朋友打电话 说一定要让我给他冲个电话 我以为他吃出什么毛病了 然后我一通电话 他说我要定你最大的套装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那个 你给我的AMPM 我那PM吃下去以后 我每一晚上 我都不能够有一个小时的睡眠 不能够就是 持续一个小时的睡眠 经常可醒 但是吃了PM以后 我睡了六个小时 我从来觉得没睡那么好 那么乏 就是第一点 我睡觉睡好了 第二点 我吃了将近一周的时候 那么我有尿了 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尿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透析的人 他是通过血液的换血 他说从来没有尿 他说我有尿了 我最渴望的就是喝那个血币 就是他把以前他总喝那个血币 很甜的那个血币 他说医生死活不让我喝 我昨天偷偷喝了这个半罐血币 今天没事 所以说他就非常高兴 他说我有救了 我说好 我马上给你病 然后我就回家的大了 结果呢 他就给他的病友都分享了 分享了以后 他的好几个病友吃了以后 也都有药了 他说那个时候 那么全中国都在 采访老百姓说你 最幸福的是什么 最感到幸福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病友都提醒说 最感到幸福的就是能尿除尿的 了解吗 这是非常实在的 他说我的几个病友 都有了这个见证 所以说他说 我们坚决要做杰斯 到现在 虽然他身体还没有恢复的 就是全面恢复 那么他这两年 有的时候也有病 但是就是杰斯的产品 支持到他 多了四年到今天 然后还在给人的 讲杰斯 他甚至于疯狂到 他刚把那个针头拔掉 在医院里拔掉 就到他的办公室 去给人的讲杰斯 他忍不住要跟别人讲 这就是我们的实力 为什么我们说 杰斯的产品 很多人说 他夸大其词 又是这样 就像罗医生说的 他没吃 他身边没有这种 重症患者得救的案例 他没有那些一个 癌症病患者 癌症指标 没有的案例 我们是比一比杰斯 我做了这个杰斯六年 那么我经常走市场的时候 有很多人哭着 来跟我说感谢我 因为把这个产品 带回了工作 因为这个产品 他的家人和他本人得救了 这是多么大的提报 做多么大的导致 所以说我们的产品 是第四代的 营养补充食品 它是什么呢 不是去到器官 而是从细胞成内 让你细胞彻底健康 健康以后 你器官就没有病了 你的系统就协调了 它是从根本上 解决了你健康的问题 而不是什么绒毛体 而不是什么去到哪个器官 当我们的科学 已经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几十年的一个寿命 我们为什么不用上 世界上最好的保健品 爱自己 爱你的家人 所以说我一提起 杰斯的产品救到那么多人 真的我确实是非常感动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产品 是第四代营养补充食品 是小分子的 去到细胞内部来修复细胞的 一系列的产品 由外到内 由内到外 它不止去某一个器官 它是全面的一个领养的提升 和免疫系统 功能的提升 了解吗 所以说我不是学医的 但是我身边有太多的人 因为这个产品 所以感觉 你们去杰斯大学吧 杰斯大学里有很多的见证 有很多的奇形怪状 奇形怪状的病症都好了 那已经是求医问药都没有了 我的这个广州团队的伙伴就是什么 白天风 女士 三十多岁 特别爱美 但是白天风 使得她都一眼 但是用了我们的产品 一年以后 全都懂了 你那个 对 你那个开封的 也有一个白天风的案例 是个男的 我们那个是女的 这种血液病是任何人都很难治愈的 包括医生都很难治愈的这种怪病 包括护肝狼疯 那很多的疑难杂症的病 就是因为我们的白鲁毒藤 使它的细胞慢慢修复 使它的其他的变异的细胞慢慢的去除 当好的细胞多于变异的细胞的时候 那你的身体就是动态平衡 那你就呈现出健康的状况 所以说呢 它不断地修复 不断地修复 使坏细胞离开我们的身体 使好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 所以说呢 我们的产品真是救人的产品 救到很多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公司能够短期内 能够去到全世界那么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被人认识 那么好的业绩 那是我们的基石就是产品 产品非常好 那话又说回来了 那我们的产品好 我们的制度也就更好 制度可以说在这一个 整个这个保罗行销行业 我做了十几年 那我可以说是各家公司的制度我都熟 很多人在新登入温哥华的时候都会来找到我 那么我曾经在另外一家公司 那么曾经创造全世界第二名的收入 而是呢 我呢 拿到奔驰车的奖励 但是由于这家公司它是华人的一个 集团人 他在看到我们这个 经销商赚钱很多的时候的收盖的奖励制度 所以说呢 把市场都是来跑 所以我就说今天我们要选择公司 我是九病成一 好的公司 坏的公司 很多的公司我都经营过 都了解过 而且都用过它的产品 我是最有华人成的 所以说今天我才能跟大家这么讲 那么我们的奖励制度 大家就更了解了 我们的奖励制度 刚刚我们的Rena已经讲得很透了 那么我一会儿呢 这个有没有一个比喻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分析 那我先把这个给大家讲完 然后我再来跟大家分析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选择公司有要素 那我们的老服务员基本都很熟能详了 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了 那么很多的人呢 进入到这个行业里头 真的不懂怎么去选择公司 我也是跌跌创创这么多年 总结出来的经验 那么我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因为在这个行业中 我们来经营 那不仅要健康还要财富 但是呢很多的人不了解 那么去到了这家公司 就觉得这家公司最好 但做一做做不下去了 做一做市场变化了 做一做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 经营不下去了 那么可以说没有什么 可以说可以借鉴一些事 但是没有什么让你这个上市信心的 因为这个网络行销确实是 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也确实是你应该把握的这个趋势 如果你在这个网络行销行业 跌倒了爬起来 一定会更有横效 那我都不止做一家公司 但是我的总结经验就是 做传统行业 做十次九次成功一次失败 可能让你倾家当作 做网络营销行业 做十次九次断掉了 没有做下去 但是只要你选择对一家公司做下去 你就可能受用终身 这就是我的例子 我经营结识六年多 我再提前我做过好几家公司 我最早就在九九年做安妮出生 那么到这边来 什么优商纳 newspin 所有的美安的这些公司 都进去过 也都了解过 有的小有成绩 包括我们本土公司 包括这个中国登陆来的天师 很多家公司 我都了解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今天跟大家说 我们怎样的去来 选择一家好的公司 那么我们说选择公司 我们先从公司的层面要了解 那么成续公司的层面 就是我们首先要选择创办人的背景 就由于创办人他是新手 他在这个行业中能做过 所以我经营的那家公司 已经做到很高聘了 但是他修改了奖金制度 因为他不了解这个行业 那么修改了奖金制度 他的奖金制度不完善 那么就把市场修改好 所以说我看一家公司 我必须看这个创始人的背景 那么首先 他是不是一个有实力的公司 也就是说这创始人是不是有实力 有很多的公司他要做直销 他是为了他自己赚钱 他自己没有实力也上 那结果呢 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就会修改奖金制度 这是很多中国的一些个公司的一些个通力 这个呢 就必须改奖金制度 你的团队就不稳定了 你创立的这个江山就不稳了 那么就可能是会崩塌 这个呢 我一定要看这家公司 如果他有实力的话 他是长线经营 他绝对不是短线经营 那因为我们做这样的行业 我们追求的最终 是获得人生的三大自由 时间的自由 财富的自由和信任 但是如果一家公司 只做两三年就不见了 或者是只做两三年就修改制度了 我们不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管道收入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这家公司 有没有实力 能不能抗风险 第二要了解这家公司的 创卖人的背景 创卖人的背景很重要 如果他没有在这个行业中 摸爬滚打十年以上 那他了解不了这个行业的真实 他在任何一次风浪面前 都可能是会烟消云散 所以说呢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 创卖人的背景 我们公司的两个创卖人是陈阳年 他是Wendy和Randy Randy呢是在美国太空总署 做电脑程序设计师 做了很多年 他在34岁的时候 由于他做了电脑程序设计 给美国的太空总署 然后作为火箭发射程序 这样的一个写编程的 他就拿了600万美金 这也实现了他35岁之前 实现百万富翁的梦想 所以说在那个之后 他给各大公司 包括网络行销公司做网站 那我们的Randy呢 那我们的Randy呢 Wendy呢 是一位这个 直想的老太太 大家都见过他 他呢是犹太裔 所以说他非常聪明 他是这个美国的数学双学人 所以他在计算 所以他在计算和在给各大公司做奖金制度上 是首席一职 包括NHT 包括Behave 包括EFT 所有的这些公司的奖励制度 是我们的老板娘 所以说他对这个奖励制度 是非常清楚 我们一直在讲 很多人不理解 但是当你经历过一段时间 你都会知道 那在网络行销行业永远是新手看产品 老手看制度 一定是看制度 这个制度能不能让我的团队的人赚到钱 能不能让他们均心稳定 我才能够有管道的生活 所以说今天如果你做了五六年 还去看产品的话 那你就太奥了 可以这么讲 太奥了 一定要去看制度 而我们的老板娘就是写制度出身 她给我们公司写了最好的一个制度 目前都没有人超越这个制度 所以说这个是她的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另外呢 他们的业内经验 他们一直在这个圈里 包括我们的老板娘 在雷克瑟斯刚建立的时候 她以金家桑的身份 了解这家公司 给这家公司写程序 所以说呢 她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 那已经是将近20年之前的事情 所以说她在这个行业已经超过了10年的经验 而且呢 他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让我不得不折服这两位 这个创办人 他们的背景能够代言成年 那么 这是从创办人的成年 那我们公司呢 到目前为止 由于它的资金实力寻厚 它有很大的一个总部 我们很多的人都去参观了公司 在奥兰多 那么四层楼的很大面积的 这个 一万五千平方米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 办公大楼 我们的两台的机器 我们的server 那是全世界最全最大的机器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干主 那可是其他的网络行销公司 只是租用别的公司的一个小盒子来运转 那么当人多的时候 就容易产生网上财除 而我们公司 附在全球148个国家的地区 我们现在有超过400多万的经销商 同时上线 不会进去 这就是我们的技术 所以说从技术层面 没有任何一家网络行销公司 可以赶跟这家公司比 他的先进程度和他的容量 以及他的实力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他股票不上市 很多人说 你们家股票为什么不上市 Nustin也上市了 Sanlar也上市了 我跟你说 当一个公司他运转的时候 缺资金的时候 他才股票上市 他需要筹集公众资金 当一个公司实力雄厚的时候 他更需要筹集公众资金 他自己就可以运作 了解吗 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实力 安利公司到现在都没有上市 他仍然属于全球老大 所以不是股票上市公司就是好 他透明啊 什么麦芸太子也上市了 透明啊 我说那都是他 他的创办人缺钱 事实就是这样 当一个公司上市了 他的老板说了不算 股东说了算 当一个产品真正的走向市场的时候 是谁能买到 是我们公司这样的私有企业能买到 因为我们的老板和老板娘非常智慧 而且他们呢 在抗衰老领域 他们本身已经七十多岁了 需要抗衰老 包括我们的老板和膝盖 就是用干细胞 结束的生产物资 救回来的 所以说呢 他们在这一个领域 他也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当一个新的产品出现的时候 我们有雄厚的实力 马上买断他的专利 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销售 所以说很多人说 将来会不会有的公司超越你 包括现在就有一个黄河的 一个公司制造黄河的 说是在洛杉矶的一个华人制造的一家公司 说是也是白利无垂 调解吗 放造品 他永远不是真实 他永远拿不到我们的图片 所以呢 大家要了解 所以当一个公司 他不需要筹集公共资金 只表明他有寻厚的实力 只表明他的决策钱 非常的快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 全世界最好的专利技术的 专有专利产品 可是有的公司 包括老的公司 优桑纳也好 养一批科学家 安利也好 养一批纽粹来的科学家 包括这个 纽斯均也好 什么TR90 养了这些科学家 请问羊毛除在羊身上 谁来买单 这些科学家 是经销商 了解吗 而且当一个产品出现的时候 他们是靠自己的研发团队 而不是吸纳全球最顶尖的技术 因为他们有自己养了一批人 但是他们这一批人 能够有几个是获诺贝尔奖的 能创造出来诺贝尔 获奖里的产生的专利产品呢 知道 了解吗 所以说大家要了解这个行业 你要了解 罗伊生说得好 是谁发明的这个产品 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层面 这个很重要 这个关乎到你的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性 了解哈 所以说呢 我们说当我们的老板看到好的产品 他一拍板就买回来了 可是在一个上市的公司里 股东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拍板的时候 专利被别人买东 所以就是落后的一面 大家了解哈 我是做金融的 因为我在这个 我在这个YC里做了十几年的金融 我最了解这个行业股票怎么上市 所以说呢 当一个公司 他想上市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 他的 这个 创办人 他说了不算 他总是会说了错 他股东说了错 他要股东大费决意 才能上 那 这个时代是一个大鱼吃小鱼 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当你都觉醒过来的时候 别人已经开始跑 所以李嘉诚说的那句话很好 当别人还看不懂的时候 我看懂了 当别人看懂的时候 我已经做了 当别人做的时候 我已经做成了 当别人做成的时候 我已经退休了 所以你一定要先人一步 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杰斯公司 他的公司的实力 他没有一分钱外占 全部是自有家族企业 家族基督 而且他有接班人 他的接班人就是他的这个儿子 像Scott 大家都看到了 三十六岁 他说 他在大会上 在说 不止一次说 大家放心 我今年三十六岁 我经营杰斯 我至少要经营三十年 你们跟我一起经历 这三十年公司的辉煌吗 那我们全体都为他鼓掌 因为我们都是受益者 生病受益者 了解吗 公司会长长久久 接班人都选好了 那么这是公司的层面 那产品的层面 产品一定要先进 如果今天你还搞一个什么传统的Vicent素ABCDEFG 那你就能必要在这个市场上生成 你只能说比人家更便宜 只能说比人家品质更好 但你的利润相应之下也更好 所以说呢 我们说你一定要先进 我们是修细胞硬化管理系统 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已经形成系统而已 还在单笔上 在器官上打转 你是不是太落后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是全球唯一的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focus在抗衰老的 可是很多的公司的产品还focus在基础银颜保健品 包括Us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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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么我不是说去攻击哪一家 是本事它的年车太多了 它的最基础的那一个发明 延续了这么多年 那创新的并不多 所以说跟不上时代 他们那些老的科学家们 都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家 基本都像我们罗医生说 他都没有听出过专利 在他那个大学的时代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说 他跟不上时代 他已经不是以时既定了 那些老科学家 他们还是在研究维生素的年代呢 请问他能够研究出 专利的成品 不可能 因为他本身的可能都没有这方面的趋势 所以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我们抗衰老是内外结合的 再有呢我们的产品是男主性的 男女老少都能用 男女老少就能用 那么小孩放在奶瓶里 跟奶水一起喝我们白银银银 老人不能吞咽了 胶囊什么片季都吞不下去的时候 可以喝我们的白银银银银 在他临终的时候都可以喝 了解吗 从小到老 从男到女 所以说这个产品是非常宽泛的 广启性的保健 那很多的公司就有局限 有可能像假如说NFT公司 他有一款产品叫阿多拉 我也曾经用过 好不好 好 也是2003年水通道理论 诺贝尔会叫水通道理论 但是怎样呢 因为他说过这个 只是女性爱美的一个 时段的日系 所以他本身市场就有局限性 那么有的人说 哎呀水机好 做水机吧 水机呢是不错 那我也在喝 我家的产品都是各大公司的直销产品 我喜欢这个行业 那么谁来跟我推销我都买单 只要你能说得懂我 觉得好有道理我都买 但是经营一定要挑一家 长长久久的挑一家 绝对是别人跟你没有竞争的 这样的去经营 你的市场才能够稳定 那我呢 就也喝着这个水 这水确实很好 不错 我已经喝了十多年了 但是我是说如果一个产品只针对少数人 甚而至于是高端的人群 它的市场不会大 再有只是那种死亡性的产品 为什么我说它是死亡性产品 就是卖一次 它下一次它不会再到你家去买了 卖了 因为一个水机 我家的水机 我用了十多年 只是换绿心 我不会再去买新的 除非我 我的家里的这个 这个配置好了 我想可能是要买一个新的型号 但我绝不会去经营 为什么 钢锅也好 安利友 防火宝钢锅 对吧 那么 看个窩水 是水机 那么中国的中外公司有磁疗床垫 有很多很多的 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器 还有什么呢 吸尘器 也是有一家公司在经营吸尘器的直销 很多这种公司 那你家里头买一次 你可能不知道若干年才能买第二次 甚至于不买 所以如果你去经营这样的产品 就是死亡性的产品 你就永远要找新客户 你和传统的销售员没什么 我们要达到的是 我告诉瑞娜 白鲤如虫好 瑞娜吃了以后 家人变化了 她的朋友变化了 她要来经营了 她不仅在推广 她自己本身就是有消费者 所以 她是不是每个月 至少吃一到两个 所以我教育她一次 她是我一辈子的客户 她一辈子是我的业绩创造者 这才叫管道的生命 所以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要挑一家公司 有自动订货制度的公司 有自动订货 哪怕你这个月 你去玩了 你的网络里也没有什么新人进来 只是老人的自动订货 都能够保证你的一个基础的收入 而很多的人不明白 包括恩赖之心说 你买一次单 两千多块钱 你就不用再买了 那不跟传统一样吗 不用再买了 你的业绩出在于哪里 你的业绩 没有重复消费 你怎么支持你这个网的 把活水不断的在进来 了解吗 所以说很多家公司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但是我了解 我比较过 所以我才了解 所以说这个广主性 男女老少的 如果一个产品 能关乎到人的生老病死 请问这个产品 能不能发现 一定 对吗 一定跟你的健康有关 一定跟你家人的健康有关 跟你周边的健康有关 而且呢 它必须是广主性的 你的市场空间最大 必须是去到全球 一百多个国家 而不是什么燃键也好 什么这个money pipe也好 那么奋斗了二三十年 才那么几个国家的市场 请问你 天盆本来就这么低 能够撑多久 了解吗 所以说呢 我们说这个呢 这个黄主性的 再有限价值 我们的产品并不会 这么高精尖的技术 第四代被营养补充食品的 可是比 new skin 比 油桑纳 越消费量的产品的价位 都要低 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比较 健康包 油桑纳 要吃多少 还要配药 还要给你配 葡萄酒要配 限格银要配 什么 五枚Q10要配 很多很多还要配 鱼油还要重新配 可是我们AMPM 这一款产品里 还有75种营养素 是全世界最全的营养素 专家给你配好了 你不用再当药剂师 去配药了 你是不是简单了 所以说当一个事业 变得简单 很多人容易复制的时候 才能够产生倍增 可是你搞得挺复杂 把你一个细胞绒毛取用的 signal 一个什么的 只有专家能讲得明白 你那个糖子营养素的 那个概念 请问有几个能复制成的 很多人他不是医生 但他经营这个是为了什么 一个是为了财富 一个是为了简单 可我们所有的这些个产品 科学家都帮你做好了 你不用再去自己去配 自己去讲 很简单 你只要复制就好了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公司的业绩 能够翻得那么快 就是因为它复制能力强 所以我们说它的价位 是非常的丢后的 无论是优香茉 你吃全了75种营养素 还是牛斯址你吃全75种营养素 还没那么丢后 你最起码一个月的消费在300亿金以上 可是我们一平AMPM消费就是100亿金 它的三分之一 可是能达到你的三倍的价格还要好的效果 了解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优势 这个优势 制度 我最喜欢谈制度 因为我本身应该做的 我最愿意去分析各家公司的奖金制度 哪一块有卖点 制度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说老手一定看制度 就是这个制度能给你带来什么 能给你的团队带来什么 未来三到五年这个制度该是怎样 声明一点 我们这个制度从我们公司创立之初八年到现在 从来没改过制度 这是成绩 因为我们公司已经加入了美国的直销协会 美国直销协会要求任何一家直销协会的公司 那他的奖励制度是不可以实意改动的 所以安利公司的制度也不能改 尽管现在的制度这么好也不能改 那我先说完了 然后我再用推翻白板 跟大家再比较一下 那么制度我们公司的制度快 推荐一个人是不是就能拿到奖了 无论是优桑那也好 无论是newskin也好 没有推荐奖金 他只靠累积点数才能拿到奖金 可是你只要开一个口说动一个人 就能拿到奖金 是最快拿到奖金的公司 那么在人物本 我们不仅是双轨制的奖金制度 还是太阳线的期待恒待的奖金制度 所以我们既是双轨 又是极差的奖金制度的一个结果 叫做复合式的奖金制度 这个复合式的奖金制度 就是吸取了双轨和太阳线的奖金制度的优劣 去其遭夺 现在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奖金制度 而且8年没改变市场上影响了多少人的成果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奖金制度 那么门卡是这样的 那么我再强调一下期待 很多公司没有期待 就号称是极差质的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newskin公司 也只能拿到6百分之5 可是我们能拿到7百 第一代高达30% 就是在全世界都没有的 第一代能拿到30% 所以说我的推荐人他不干 他都能拿到8万美金的收入每个月 就是因为他由我这一个人做了 他就有这个成功 请问哪一家公司单腿活跃就能赚钱的 没有 你不碰哪能赚到钱 可是我们可以 我们有三代的领导奖金 你最起码你可以做到蓝宝 了解吗 所以说我们这个奖励制度 就是期待才能做深层 你的大树根据越深 你就越不风雨飘摇 你的团队就越稳定 所以说你想稳定 你这个公司的奖励制度一定要做深层 原来这季节有三代 那么Money Tike公司是碳阳线的奖励制度 一会儿我再跟你分析碳阳的双子就去 那么所以说要求比较低 重复消费主67人 每一个人100美金就可以算是活跃的经销商 可以拿到公司所有的奖金 不像丢桑那 如果是你要是想拿更高的奖金 你要提高你的重复消费力 他本身他就100几个人 他就比我们贵 然后你要是当上了什么红宝以上 你还要再加码再去 而且你要养好几个店 而我们我到现在我就一个店 我做六年就做一个店 而我就是拿到公司所有的这个奖金 对吧 我不需要开盘店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双轨碰橘的奖金 它的这个容量比较大 就是说它一周可以拿到两万六千两百五十美金 可是其他公司拿一千美金就给大家去开盘店 那那个人要死 因为你开了这个盘店 又那个盘店 有的人甚至开了十个盘店 了解吗 所以说这是不成的 那么要求比较低 但是我们逆得 奖金点数要求比较低 三百碰六百就能拿到盘店 很简单的三百碰六百就拿到奖金 那在NHT里面 也许是上千一千碰 碰这个一千五 往后两千才能拿到奖金 它也是二十一碰 那是我们老板娘做的最初的奖金制 那么还有呢 这个灵活通过消费呢 可以一次性买半年买一年 不像优缩纳公司 我当时参加优缩纳公司 越越扣我的规刹卡 然后我想卡它掉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还让我本人到公司去天表 才能够出现 而且呢 它每个月它必须付运费 可我们一次性给你六个月的运费 和你买一个月的运费 基本差不了多少 它是基础的运费 所以我们是不是省了五个月的运费 或者甚至于你还可以买一年的 有的时候你忘了 那个卡又不过了 你是不是被喜分了 可是我一买我就买一年 我仍然不用管了 因为我知道 我每一年我什么时候参加的运费 等到到那个 我是9月9号参加 到9月9号之前 我就再买一年 我这一年就永远能拿到所有的奖金 我不用任何的挖刃 我到世界上转三圈 我也不害怕 了解吗 这就是它的优势 然后呢它是叫来上 无论怎样发展都可以领到奖金 就是单线活跃都可以领到奖金 那么这个是其他公司所能有的 制度决定了你的市场 所以这么好的制度 在产品类的公司中再找不到 再找不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能够 这样一直拖起 那选择公司还有两个要素 就是时机 是团队 时机 我们说买房子永远买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永远是地段地段地段 做网络行销永远是timing timing 最重要 因为任何一家公司在前三年的时候都是风险期 它要六场 那么大的国营企业上场了些 改成做直销了 然后在四年前 很多的精英们都跑去 觉得那么大的企业应该是长久 因为很多人都做不去 但是一年以后宣布回到团队 为什么 他的管理领导单子不会玩出去 公司预养的 可是你带出去的人怎么办 下次还能信任你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长长久久的公司 最起码我们的人格风险 我们的性欲 这不是说二十岁我爬起来还能够再做一次的事 我们的四五十岁 尤其在文革华 如果找到一个机会 真的不容易 真心 所以说三年到十年实际上会长久 任何一家公司也是 因为他过了三年那种解释的 如果三年之下 他就像光明安彬和一丑小孩 随时可以被打得到万云 可是三年以后 他就长成了万云巨人 再来风浪 他已经有胖风险的予论 所以说他就开始 外马娘彬的炒起来 他很清宗 他们有老公星那些 非常炒得很快 到十年的时候 都算是一个非常清宗 你去纵观所有的那些 包括安彬的皇冠大使 包括Muse King的夏美纪兰传 这些个人都是在公司成立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 他们的成立 造就了他们的机会 如果今天是你在基础 再想做一个皇冠大使 就跟别人 表现什么 是什么 公司发展出的万云 不能够符合你的要求 也没有理事基金 所以说这个十年 非常紧 公司在总部是八年 在中国是六年 在加拿大 加拿大公司正是成立的 才两年 所以这不好说 绝对是绝强的基金 绝强的时期 那三十年以上 可以进入了 十年期 这个很多人都了解 像安彬 Muse King 都进入了 这种两个地方 那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个表格 给大家看一下 在马上拿到的表格 所以第五的那是团队 选对了公司 但是还要选团队 为什么要选团队 因为这个团队能给你多大的知识 你能够借到多少率 在这段时代 都是借历史的最努力 如果你借不到利益 对事非公办 如果你能借到利益 是事半公断 所以说为什么 我们说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团队 这个好的团队的标准是什么 它要有自己的系统 有一套完善的团队系统 能够让很多不懂的人 不愧的人进入这个系统 就像生产线一样 一个原材料进入这个系统 经过加工以后 出来的这个成品系统 所以我们就对了 我的19年的经验 已经放在我的系统里面 那么造就了很多人的成品 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系统 因为一个人好带 十个人也能带 一百个人将就 但是你带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你带不起个人 带不动 你自己带不动 一定要靠系统 把它挣到系统里 然后在系统里 我们的系统现在已经在试点了 我们的系统现在已经在试点了 瑞达都知道 我们今年现在有十四个城市 在中国有十四个城市 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地面的城市的理想会和中文会 然后我们在三年之内会达到一百个城市 就是我们的地面 我们的空中 宋爱课堂 我们的空中 微信主信 所以说我们已经形成了天罗地网的 很细续的 整个一套的 很诚实的一个时期 所以说就建议了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领导人 包括瑞达 包括瑞姨 包括我 很多人都回到天国去做事实 我们不是在这里遥控的 我们也是深入到第一线里做事实 包括白天老师 我们都回去 我们三月份都回去参加我们的节目当中 所以说呢 那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平时 那么有没有经验呢 我这个团队里有很多有经验的 包括瑞琳娜老师 她比我在这个行业比19年 26年 那么我们的威廉老师 也差不多20年 在发布团队里 他们俩都是钻石 那我这个团队呢 现在是造作了三个钻石 造作了四五个 绿宝造作了无数个红宝 那天我们说在红宝上 澳闻那个台阶去分享 都发现呢 就是说红宝太多了 给不了时间了 那么就是这样的 这是六年来我们走过的红宝 那南宝呢就不许其数了 几千人 所以说呢 最后能够说明我们的经验 已经传承到我们的下面 这个团队是成功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成功案例 刚才我提到的 我们这个团队里 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所以说呢 我们是当中会可以说 我们这个系统 是很强大的 当然是不同系统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号 是其他系统所谓的 参加我们 两种的会员 参加我们的工作号 进去里面可以自己学 自己学 有一个学习推理 那里面呢 有很多的领导人和专家 的一些视频 你也可以去学 那么我们都非常的有经验 可以说能够办好你的工作 就是我们可以 资本可以提大家 这个呢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公司 要怎样去 那个 因为当初把那个 我们一个 Business for Home 叫ORG 先给打出来 然后我再用选择 再给大家分享 这个网站呢 是谁呢 是这个 美国直销协会 他的一个网站 他的网站呢 就叫 Business for Home 叫做 在家床业的一个 在家做顺利的一个 在家做顺利的一个 这个平台 他呢 搜集了所有全世界的 这些网络行销公司 包括他们的年报表 就是说他们每一年的业绩的情况 包括他在这个行业中 他这个公司造成了多少百万的地方 叫台航网 这个是最具权威性的一个网站 是最具权威性的一个 先放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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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你玩这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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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26 对 对 对 就这样已经 2011 对 对 这是最新的 2017还没出来 三月份 应该是三月底的时候 会出现去年的所有的 报表收益 可以放在这个网站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网站是搜集了全世界前一百大网络行销公司的排名 就是他们的业绩 就是Ravenue 就是他们的这个销售额 成交的销售额的排名 那么安利公司还仍然是老大 你再往上拉一下 因为在左侧这边是2015年的这个公司的业绩 在右侧看到没有 Ravenue 2015和2016年 那右侧是2016年最新的这个业绩 那么看到安利公司 那么去年的成长跟前年比较是负 就是说他已经验证了我选择公司的那五条 就是什么呢 30年以上的公司进入衰退期 安利公司 然后是亚方公司 看到没有 这些老公司 然后0.67这个是什么呢 Google Life 康宝来公司 那么第四个是Merry King 梅兵凯公司 全是负负的 然后呢 英费米典是中国的那个 这个零级纪录限制 负十二 完了还来开大争市场的 所有的中国的公司来到温哥华 都悄悄的右走 不带走一片鱼 为什么 水谱 水谱 最早的天师公司 多么豪华的办公室 请了国际奖师艾诺占卜 最后 就会放他 那么前几年是什么 安慧公司又登陆 温哥华了 安利的皇冠大使期战场 后来又放他 什么放股机缘中国的公司 一帮人跑去 什么什么 如初如 后来又走 那现在也不例外 李景景无限级登陆 还有谁要登陆 胡仁堂要登陆 还有谁要登陆 还有天使秘乘 叫做天使秘乘 也要登陆 可是有很多的公司 他不了解国际行情 很多中国的争吵药在北美 是达不到解链标准 所以说很多公司 不能探存运作 可是我们杰斯公司 他由美国FDA认证的工厂 生产出来的产品 他全世界畅销已久 我们在温哥华也能做 回国也能做 在148个国家都可以做 这是其他公司所不能进行的 我们的市场空间该有多大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一条 Hurva China 叫什么 中山完美 完美公司 全店公司 做火疗的 给你搞个背上进去做那个拔罐 知道吗 我也拔罐 然后呢 Hurva Living 是灵灯的 Hurva Living 是什么的 也是一个永久公司 也是一个刘慧的公司 然后呢 Nature Cosmetics 这个是一个化妆品公司 然后呢 Counterwear 这是什么的 这是那个保鲜盒的那家公司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宁斯庭公司 负1.87增长 那么宁斯庭公司 也在负增长 谁增长的呢 曼妮努卡增长了 就是美乐家 但是它是长华一线 因为曼妮努卡的台湾的 我们现在做最大的这些个团队 现在都进入我们这个团队 做别人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 Ferfect Ferfect Fermerica 这个是这个保险公司 Fermerica 然后呢 就是Gioi Min International 这个是一个 然后就是我们杰斯公司 看到没有 杰斯公司 它增长29.36% 看到没有 我们杰斯公司的增长该有多快 而且非常稳定 它不像那个曼妮努卡 不上不下 它很稳定 它前几年的增长达到百分之百 现在因为它盘子大了 它增长速度没那么快了 但是它仍然保持着正增长 而且差不多30%的增长 这在一个公司那是很了不起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再往下拉 再往下拉 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个Ussana 我们公司第15名 我们的这个revenue是14亿美金 那Ussana公司是第24名 它的达到是10亿美金 Ussana多少年了 1992年成立 到今年是26年 而我们公司是8年的时间 看到了吗 那个那谁 你看到没有 你看看你都不听 你看到吗 Ussana是第24名 我们JS是第15名 我们远远超过了Ussana 然后JS是14个亿的营业额 Ussana是10个亿的营业额 差次 而Ussana是26年的公司 我们JS是8年的公司 还有爱生建立第30名 在中国叫西修币 是那个高鲜肥的 第30名 而且呢是0.88的远远超过了 前面基本上增长率都很小 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来找一下 那么我们来找一下 曼妮泰特 它应该是在第80多名 87名 咋呀 87名的公司 曼妮泰特已经将近30年的历史 它现在的营业额才1.8亿 付出我们的领头 了解吗 这是事实 这不是我们JS公司的网站 这是最具权威性的网站的牌业 所以说MoneyKite看到没有 它的上层领导十分保守 而且它开中国市场 它还在香港 中国还需要带货进去 这根本做不了中国市场 属于违法 好吧 那么我们再看那个什么 Candle Warder 根本就没上前一百大 Candle Warder 40年的历史 都没上前一百大 请问你还要选择这样的小公司吗 它的天堂是不是太小了 水基公司吗 水基公司100名都没进去 还说什么 RIC应该是在第90多年 RIC RIC 再往前 97名 看到没有 我的记忆力很好吧 97名 RIC 你如果做只想你不懂得去看这个网站 你不知道各家公司现在的成长力和它的年代和它的去到国家的这个互联的它的这个范围 你怎么经营 你不是在摸摸的时刻过河吗 你把你的时间精力投入进去值得吗 了解吗 所以说今天我就给几个业内人设和正在选择公司的人给一个比较 这是最权威的不是我说的 了解吗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永远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你要选择对的公司 而且你要会看 我在选择杰斯的时候 杰斯才两年 还没有上好 但是我看到公司老板的背景 看到它的产品的它的先进性和看到它的奖金制度的无可比拟性 我已经断定这个公司绝对会成为这个行业的老大 我们在未来的五年可以跟安利相比 了解吗 从它的发展速度和安利的这个下降的速度来看 我们会成为行业老大 任何一家公司无可取代 这个是杰斯 所以要有眼光 我在六年前也不知道这家公司 但是我断定这家公司一定会成为行业的情况 所以说是我的眼光选择了这家公司 并不是这个空姐 因为这个空姐她都不太了解 她没有我这个全面的知识 了解吗 所以说当真正的选择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不是选择商店 我不是选择上了谁来推荐我 我是觉得这家公司值得多 因为她说她要开中国市场 我感兴趣 海外的华人是不是都坚持在中国的这个市场 最大的市场 如果杰斯在中国做得这么快 这个业绩一半出去一项 我们公司的业绩一半出去一项 为什么我们一直让自己的养器人做出什么 就是这个业绩 所以说大家看看你选择公司还挑难 一个人手上捏七八个项目你不累吗 就这一个公司 我现在我所有的收入都是出自于这一个公司 因为我在第五年做的时候 我第五年 就是做完一年以后 我就马上把我的保险公司都管了 我是保险公司的老板 我都管了我的公司 我全面全职来做 因为我觉得她值得 我越快速越全职 越把时间花在这里 你关注什么 什么就会放大 你的业绩就会放大的越大 你八个项目都不一定能成功 你这一个几次成功让你受运更整 真的我是真是跟我们这个 公共华市我的华人地 我真是跟我们这个这些华人们 再说 结识你再找不到第二家的公司 你也再找不到最绝好的机会 你也再找不到这么好的一个场景 了解 第一点 如果你不经文结识 说明你太能够了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嘛 再看各大公司的那个收入 我们来看一下收入 公司好不代表经销商能赚到钱 这是前200位网络行销公司赚钱最多的人排名 我都没进去 盘云 那么看一下 这个盘云 那你看一下 第一是不是还是安逆公司 因为它已经50过年了 59年的公司 当然它比盘还大 它每个月的收入是最高 它这个收入是还是前年的 去年的 那么它是130万元 就是一月 它一年的话是这个1500多万元 这个可能是有差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到现在来讲 它的利息下降 我相信它这个收入也会下跌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 这一家公司是 World Global Network 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主台的公司吧 它也太熟了 收不了 那就是 完了 第三个是 For Ever Leading 因为是很多年的公司 第四个是World Global Network 然后第五位是那个NHT NHT我还没讲 刚才那个NHT台名 它应该是台在第一个 NHT 它也是20年了 NHT咱们见嘛 然后呢Linus 然后看到没有 第八名是我们的杰斯 我们的第一个月 就是这个中国的第一人 他的收入是多少 是55万美金一月 但现在已经上新了 它也有100多万美金一月 三年多了 没更新 然后呢 这个是 然后又是安慰 又是什么 Hurber Life Manyu 这些老公子 安慰 这些个老公子 他有杰斯 他这样的20位 也有杰斯 我们这样看 来搜一下 新收安利 安利公司 在前200位中 干了多少分别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制度好 奖金好 那么看一下 它真正能造成多少分别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整个的 你看一下 洗一下 13个 13个 13个人 进了前200位 排行榜 就是在网络新疆中 赚成最多的 排行榜 来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的封锁 有抓起 封锁真的还不错 封锁 你应该分开 一百多四十四 这家公司看多了 十九个了 十九个了 看到没有不错 但是他们一次都是在100名之后 很多都是在100名之后 你看他第一名是第29个 排名第29个 可是我们第一个是排名第8个 我们第20位也是我们阶级的 所以说我们总的排名是比较往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阶级公司 这个你们回去上网都可以查得到 这是非常聪明的 大家看杰斯公司 你看到没有 这是所有网络行销公司中 在前200倍收入最多的排名能进去的公司 杰斯第一名 你还选择什么 杰斯是第一位 14个在前100名 在Newskin里只有三位前100名 了解吗 所以说你说如果这个公司好 如果经销商赚不到钱也不是好公司 但是如果所有的公司加起来 我们8年的公司能够超过59年的公司 我们排名第一 20位都进入全球前200位 十分值 请问这个公司值不值得行 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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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有两个 有三个 Rita 它应该是排过70 二个 第一个是92 这不是Rita 对吗 92倍 这个公司你还在那块坚持什么 哎呦我老天 26年的历史 26年的历史 全球前200位 还进去两位 还全球 我们都进去20位了 你想我们到26年的时候 可能全部刷新 可能是200位 最起码我们有100多位 对不对 了解吗 这就是最有power的一个验证 所以说大家了解过了 还是选择什么 选择永远大赢努力 当一个平台那么好 你可以建立 当一个公司在上升阶段 当一个公司已经有很多的案例证明了 无论是谁 只要进来以后容易复制 而且容易被灯 而且容易创业绩 有20位占十分之一的人都进榜了 只问这家公司值不值得做 别做别的了 更做别的希望 了解吗 什么基金盘 两三年就断了 一两年就没影了 你还是做这个做明节 完成吗 完成吗 好 基本上这边的电脑上的工作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后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制度 怎样的 怎样的 怎能多赚到钱 好吧 我问你 你问你的事吗 是我们 你问你的事吗 我懒得吧 我们2015年吧 就是在上海撤了一个公司 2014年 2015年 上海撤了一个公司 8千万 8千万已经推进了 你在中国工商环林总金 你去查杰斯啊 查到了 你把那个都打给他 营业执照也有了 暴批也暴批了 正在等待审批过程中啊 那太好了 你也太咕噜话文了嘛 你不来开会 你不来开会嘛 一个钢铁 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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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朋友都围着你转 把六条线创断时都围着你的转 这是你的二节 这是你的三节 这是你二一条 什么原因呢? 当你在这的时候 你所发展的所有的人 都围着你转 然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一家人打的不可开丢 这就是老的制度的区别 而且呢 他们这个叫做吉差制度 我们叫做有吉差的 你上一级别有一个吉差 像Newspin有主任级别 主任级别 如果你厦门人上了主任 你推荐人还没上主任 他脱离路 他直接跟上了 这叫残酷的奖励制度 就是脱离制度 你白努力了 白早的一个大努力 结果呢 你吃不到他的奖励 你必须拼命的 比他再高一级 你才能拿到奖励 所以说就是一个残酷的奖励 他的死穴 有三大死穴 第一 他是什么呢 月清零 月光族 月清零 什么意思 每个月都清零 你的月清零 不能够累积 所以呢 你一定要做 不做就没有 所以说他是月清零的奖励制度 你无论再多的点数 你这个月没完成 这个月没有保证他那个级别 下个月 从头来 了解吗 第二 是人数的限制 六个人 八个人 或者十二个人 能够达到一定的级别 对吧 人数的限制 或者是你有多少 下面有多少 什么限制 第三 业绩的要求 你除了你其他的上主任那个级别 你的小边的总的业绩 你的小区的总的业绩 要达到多少 达到两千七位 差不多三千加并左右 每个月你必须达到 你达不到 你都拿不到 那些女发展人的奖金 所以说就形成了什么 同货的制度 你就是说他必须买上 买上之后他就消货 所以说你看到很多人说 哎呀 这次公司什么 也有打折的产品 确实有 为什么 一个是 很多人造假 因为白人物品太好了 那么在宁波和深圳的导火 所以说我们赞山就劝我们的家人 朋友们不要到淘宝网里去 因为保存不了他 所以说呢 他这个制度 这个业绩的要求 又造就了很多 包括安利 包括 包括唐宝网 包括所有这些基材制度 包括 曼林泰 都是基材制度 曼林泰就是一条线 尽管他先做两条线 但是后面还讲 二日系三条线 所以说不是非两条线的制度都不好做 多一条线就多一块鲜 都不好做 了解哈 所以说呢 造成了 重货 压货 低价清销的现象 安利产品在中国的网站上可以买到二点 怎么办 就是因为他要保持他的钻石基金 一个安利的钻石在中国赚多少钱 七十万人民币 相当于十万美金 就是我们的一个钻石一个月的收入 它是年收入差了十二倍 我们钻石的含金量很高 任何一家公司的钻石都没我的钻石这么多 所以说呢 这个是太阳线的奖励制度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说双贵吧 太阳线是什么时候呢 从1959年的安利开始 最早能归出到雅方 雅方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 还有加康利 舍利 舍利差不多有80多年的历史 这些都是太阳线的奖励制度 所以说你们之间互相是竞争的关系 不利于团结 那么 它的这三大喜事 也让很多人坐不上去 逃离了 然后家里堆了一堆货 有的人说看到我是赚到钱了 我是赚到钱了 我这三十万可能最大基本 最后进算四万 了解 这就是这样的奖励制度 我做过安逸了 我非常了解太阳界的奖励制度 那么 双轨 双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1992年 是刘桑那 和美安两家公司同一年成立 曼康奖励 曼康奖励 同一年成立 然后呢 率先推出了双轨制度 那时候确实是封印的历史 因为什么呢 它解决了太阳线的闭关 你所有这些人 是放在两条线上就行了 这是你二一 这是你二姐 这是你三姐 结果你三姐再推荐的人 所有人都吃到他点树 所以就大家赚架了 情形合力往下放 这叫什么呢 这叫单打不斗 这叫抱团打变价 那么就这样 双轨很好了 那么双轨制呢 刚一开始创立之初呢 没有推荐奖励 没有承代奖励 只有碰子奖励 包括美安心那也是 只有碰子奖励 尤萨纳做了改革 能拿三代 有地方拿一代 但是你知道这个代数奖是很厉害的 如果我再给你分析代数奖励 这个呢 它的弊端是什么 它的弊端就是你必须是攒够了分数 如果要是说一千分碰两千分的话 或者一千五百分的话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拿到奖励 那你一个单子进来 你可能是五百分 你就攒两个人 这个就在三到四个人 有很多人都是吃户 那么它发展一个人 它一辈子 发展两个人也是 一辈子能拿到 所以说呢 这双轨制的奖励制度 它不走深层 有一个弊端就是 如果一个领导人不干了 他能带走一批 因为如果这个领导人 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他不干了的话 他的一条腿上线的一条腿就折了 他能把这些人带走 干嘛一条腿折了 这一条腿很多人是做不起来的 永远是大象腿 所以说 双轨的最容易的动作就是 一下子 无论你做几年 都容易垮掉 一夜之间 团队没有了 这我都经历过 团队没有了 这就是双轨 所以说太阳线攻击双轨 就是说 你看我们都稳了 你看我们六条线 你就是把希望放在两个人身上 那万一有一个人不行了 那你就不行了 对不对 有道理 他说的有道理 但是双轨就攻击太阳线说什么呢 说太阳线 你那个家里人都不能放在一条线上 你为了你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 那你都得给他放在旁边的线上 那你家里就在窝里斗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条 这两种讲究制度 到我女主 然后呢 这就是我 再讲究制度 好 那我就讲了哈 我简单讲一下 那我们杰斯的奖励制度是什么 啊 杰斯的奖励制度 就是去除了太阳线的单打流动 也去除了单式双轨式的这样的一个单一的奖励 我们形成了六项奖励 那么第一项我们和第二项是这个一次性奖励就多奖了哈 第一项是第一项呢 第一项呢 我们呢就是说你推荐一个人就有推荐感 很多公司没有 见不到钱 当他见到钱呢 他是不是他觉得这个公司靠谱 发展一个人就有奖励吗 他是不是又再发展第二个人 就调动了他的积极性 第一我们是快嘛 第二呢 我们是有这个 这个 双轨是不是碰局嘛 我们碰局的点数不是第一吗 刚才我分析了哈 不用那么高 他发展一两个人 他也能拿到碰局奖 哎 他就感觉很好 别管多少碰局奖 有人说哎呀 杰斯公司的碰局奖很少啊 才三十五美金啊 那别的公司怎么 一碰都能碰到一百美金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这个一块大饼分了六份 发给你 别的公司一块大饼就那么一份 他当然比我们的多了 那百分之百算 那我们的多数比是百分六十以上 加上我们的旅游和钻石的旅游 那么我们能达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多数 其他公司都打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负贷 我们是自有资金 我们不需要这个银行贷款 所以说呢 我们公司呢 分出的奖金是最多的 那么 带友呢 就是说 他的七代的领导奖金 非常诱人 他比这个newstein的六代百分之五都用人 他六代百分之五存在百分之五 可是我们第一代能拿到百分之三十 第二代百分之十五 第三代百分之十 这是整个这个行列 就是给他存在奖金最高的奖金 你找不到第二奖 是他最高的 了解吗 好 然后呢 他能拿到多少 第四到第七代是百分之五 来我们简单算一下 如果你第一代 你推荐了十个八个人 但是有五个人来建议 我们还不算六个人 六个人就像钻石了 五人第一代 第一代 第二代呢 二十个人 对不对 第三代呢 是一百二十个人 对吧 那么 NIP只能拿到这 第四代拿不到 了解 那我们第四代是多少 六百二十个人 六百二十个人 第五代是多少 第五代 第六代 第七代 我知道第七代是多少 第五代应该是六百二十五 然后是三十五 第六代呢 第五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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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大家算计了 咱们今天把这个数给算明白了 我时间长了 没讲的忘了 我当时全都计了 好 好 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说 如果要是在Newsting里头拿到六代 对 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 然后再算第七代 它就拿这么多 第七代是 你看七段八千一百二十五 我们拿七代 我现在就拿到七代了 了解吗 我第四年我上双传的时候 第三年单传是拿到六代 双传就 我现在我能拿到九万 totally 九万多人的百分比 最少的百分之五 可是 Newsting到这儿结束了 它没有七万八千 NIUT到这儿结束了 它没有下面 了解吗 包括水基奖 水基奖 也能拿六代 对吧 没那么多 它是什么呢 它是五个 五条线 六条线 六条线 六条线就跟太阳线一样的 你不得类似 照顾六个人都得上拼结 六条线 完了你经常得补过 如果这条线没达到的话 你就拿不到那个 门带这个 那个奖金 所以我们这个有什么好 看到没有 我们拿着最神一起来 能拿到九万人的领导奖金 我们的碰局奖 是不是两万六千两百五十一周 是不是就封离了 但是这个奖金是不封离的 为什么我们的金木辉能拿到五十五万 再先不说才一百万 但它这个封离奖金 我上周 上个月我是拿到十三万一千多少 一千五百万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正好是上个月有五个周 它不是每个月都是四个 我拿到十三万是不是急着点了 它已经是封离了 那其余的五十万点掉到十三万它是什么 它是从这个七代领导奖金来的 而且这些领导奖金不断的上升 不断的飞升 倍增到无限大 没有门槛 没有泰 就是没有帽 了解吗 所以这个是你将来拿到最大的快点 而不是这个 但是我们这制度有一个什么好 哪怕我没有六个人去培养 我就有两个能人 一个能人放这儿了 一个能人放这儿了 或者是我上来帮我做了一条线 我就一个能人放这儿了 这个我有几个入户 所以吧 这两条线是不是都有人做了 都有人做了 有一天你就可以等到封顶 等到封顶是多少 十多万美金 一个月等到封顶 你做那个水鸡做类死一辈子 都达不到一个月能达到十万美金 最高的他们比我做的早 他们已经做十万年了 水鸡 那个melody 一天就做在这儿 我跟他聊天 我说你一个月能达到多少 他说不然没那么多了 还挺天使 我说没关系 你跟我说 咱都业内无事 他说三样子 一个月三样做了十年 还是最高的水鸡的得主 你说你的天鹏多啊 了解吗 可是我们双子已经远远超过 这是我的一项量 我还有其他小型 了解吗 我那种人 所以温哥华最近十年来 任何一个人经营各家公司的职销 我可以不客气地说 没有一个人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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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制度的 我的受益者是制度的 我要他全面的都好 产品优秀 制度 五笔合理 团队要好 时机要好 老板要好 综合因素 这一家绝对别的公司 可以 所以说如果你选择这个行业 被劫私 没收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所以说大家要了解 我们这个制度 是可以避掉任何一家公司 包括我那个领导人 大家都知道 他就有我这么一个人在做 所有的这十一个人 都能怎么动 怎么办 我这边能给他创造好几万的业绩 他这十一个人 他能不能把他们都买活跃 都买活跃 就我一个人 能够给他创造八万美金的收入 要不要 单线赚钱 就这么简单 哪一个公司单线可以赚钱 了解吗 所以说当你真正的部队教 你不会没有这个行业经验 你做八家 你做十年 你做二十家 你都误不出来 了解吗 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我有理财的背景 我分析制度是非常尖锐 所以说我才能够 选对这家公司 拿到成果 所以说几枚果出来 别的都不用选 妈咪太太 卫宝的大嫂 她那时候我做前一家公司的 她的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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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说 了解吗 所以这家公司才给你的可能性 这家公司才能够让你长长久久 越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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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很简单 而且杰西这个产品能够帮到很多人 我们是用爱心去经营 你失业会赚 所以说你有大爱的心 你就会有大的格局 你就会有大的成果 所以 失业不让你主要有爱心 而且呢 如果你现在光看钱 还是赚小钱 如果你有大爱经营 因为杰斯值得承载我的大爱 所以我才愿意把我的心思放在这家 因为我知道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跟它比 所以我才愿意为它而付出 当女生有大爱的时候 就钱 像百亭老师经常讲 钱都会顺败 不那么顺败 好久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儿 学习 好 谢谢